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是 氧氣 氧氣 第一個是氧的性質 無色無味無嗅不用背了 我講過國中學的氣體幾乎都是無色無味無嗅 所以你只要背那個有顏色的 像綠色的 背那個有味道的 比如說二氧化瘤有臭雞蛋的味道 有脂液性臭味的 就可以了 沒背過就是無色無味無嗅 通常是氣態 然後略容易水有點濃又不會太濃 比空氣重 然後可以助燃 這重要的性質 就是我們用來檢驗氧氣的方法 可以使餘境不燃 可以燃燒更加旺盛 更加旺盛 然後呢 可以提供呼吸作用 生物老師教過 然後生鏽 是我現在要教的東西生鏽 生鏽 燃燒跟生鏽都是氧化作用 國中程度教的氧化就是 跟氧結合 跟氧化合 跟氧作用 叫做氧化 高中有高中的教法 高中在說 我們國中就是 他叫做氧化跟氧結合 叫生鏽 生鏽的時候是需要 有鐵 鐵生在家有鐵 生鏽是跟氧作用 所以就需要有氧 同時呢 還會需要有水 同時還會需要有水 所以呢 這個叫真空 就不會生鏽 因為根本就沒有氧 這個是乾燥的空氣 不太會鏽 因為沒有什麼水 水在這裡的功用 是類似催化 幫助它反應 這裡泡在一個煮過的水裡面 也不太生鏽 因為氧氣跑掉了 沒有什麼氧 潮濕的空氣會生鏽 潮濕的空氣會生鏽 這個泡在水比較多 所以很容易生鏽 剩下兩個 一個所謂的酸性溶液 一個所謂的食鹽水 都是因為有東西在幫助催化的關係 所以呢它比較會生鏽 所以它比較會更容易會生鏽 這是關於一個生鏽的狀況 好 告訴你哪些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麼 所以反過來 我要怎麼樣去防止它會生鏽呢 就是要隔絕水 隔絕氧 重點是要隔絕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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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生鏽是跟氧作用 所以沒有氧它就不會生鏽 那怎麼樣去隔絕呢 我們可以刷油漆 我們可以塗油 我們可以塗油 我們可以肚上一層東西 我們前面背貨 麻頭鐵肚錫 白鐵肚錫 肚上一層保護層保護它 那或者呢 改變一下性質 隔絕氧 隔絕氧 有非常多種 我們國中課本提到的隔絕氧 隔絕氧 是那個最常見的 十八八隔絕隔 裡面還有百分之十八的隔 百分之八的膩 然後呢 混合它們之後 性質就發生一些變化 它就不容易生鏽了 不大會就是叫做隔絕隔 就是有關於一些生鏽的狀況 以上就是跟你介紹一些氧氣的性質 跟生鏽的情形 大致上就是這樣 可以嗎 可以 OK